两位先生 两位先生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对两位先生又行了 稍微动了点心 猪脑子 对别人可以动行 对陈先生 毛先生 是万万不可以的 等我有空了 再收拾你们替两位先生出妻 是 对不住啊 一帮蠢猜 别演了 我们是怎么受伤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这谁把神讯室变成酒楼吗 一场误会 两位先生 坐下说 今天我请两位吃顿饭 主要是想跟你们好好交交心 干blowing 我敬了位 想 两位怎么不举杯啊 这酒的味道不对 喝酒的地方也不对 喝酒的人更不对 盛独办 你就省了这一套吧 好 这酒不急着喝 那我就跟两位先生说说心里话 你们到新疆以后做了不少实事 我都是看在眼里的 这倒是句人话 毛先生 你到财政厅三年五个月 整顿财政 补上了多年来的内魁外债 到了民政厅又积极组织备荒 建立医院 我盛世才是心存感激啊 你就是这么感激的 你就别逗圈子了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好 两位都是有大财的人 我呢又爱财如命 只要你们脱离共产党跟着我干 新疆政府里任何一个职位随二位挑 我们在新疆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公国抗战大后方 为新疆百姓谋复制 你想要几个官职就把我们收买了 也太瞧不起我们了 苏德开战之后 苏联节节败退 斯大林早晚要垮台 共产党也会跟着完蛋 你们就不为自己想想退路吗 我倒是要劝你几句 你选择投靠蒋介石 无意与自取灭亡 四川的刘湘 贵州的王家列 都是你的前者之间 蒋介石迟早会把他的实力渗透进来 把你寄出新疆 到时候 别说你边防都办这个职位 就是你这条命 能不能保得住 都是个问题 我今天是奈着性子 好好和你们说话 别死到临头了还不回忍